大众电脑成立已经30年了 董事长简明人的儿子 首度跟担任营运长的简明志 出席新品宣传活动 接单意味浓厚 谈起父亲呢 简明志就说 父子俩平常互动并不多 多父亲的每一句话 对他而言都是金鱼良言 大众电脑营运长简明志 为自家新品站台 父亲简明人在台下双眼紧钉 穆德亮一起出席产品发表会 接班意味浓厚 简明志谈起父亲 直说他是个严父 其实我父亲他是一个不多话的人 他每句说出来的都是 句句都是金鱼良言 所以我们这个平常父子相处 其实我们互动 其实是非常的严富 但是也对我很多的欢心 有督促也有给鼓励 才上任两年的简明志 今年31岁 长相斯文身材挺拔 是加州大学奠基硕士 现在担任大众电脑营运长 全力发展绿能产业 在台上介绍产品很有大象之风 看起来一点都不深刻 父亲简明人对儿子的满意 全写在脸上 这样表现我们应该还可以的 不错了 打几分了 你们打几分了 应该先来打才对吧 不是我来打分子吧 成立30周年的大众电脑 先前一度爆发经营危机 现在年轻一代接班 强占平板电脑市场 试图带领企业转型 要东山再起 GTV新闻 叶家伟王明贤他的报道